手持工具开墾森林是这名被称作动人的巴西神秘原住民男子2018年所留下的身影 他是所属部落中唯一幸存的血脉 常年血居神秘以独自一人生活 26年不与外界接触 近期被发现身亡时遗体呈现腐烂 但身边以摆放好色彩鲜艳的羽毛 推估他自己已为死亡做好准备 但这也代表他所属的部落文化和语言也全数消失在这世界上 亚马逊雨林里至少有300个原住民部落 他们利用其自然资源维生也爱护着这片土地 但近年来大量非法开墾 财幕者碳矿者不断入侵 还有水坝修竹都导致部落生存 倍感威胁 利益高于保育让雨林规模不断缩小 而独有的人文生态和语言文化也逐渐消失 只剩下亚马逊杯哥 三地新闻 陈思伟报道